用力你看 这个时候我就没有用 简单用UML来描述 这个测试用力了 而是用表格的方式 这个我们也学过嘛 对不对 他去测试 这个就是我们的测试人员 写和去测试 及测试结果的 这个测试用力 当然比较多了 这个不算什么 才68页 而且是一个姑娘写的 所以说我说比较有 而且这个项目只有三个月 所以我说我们当年 做旅业项目的时候 比较有成就感的 这个测试用力有一千页 哇你打一个试试 打出来 所以 当然测试是测试的一套 我们不重点管理它 其实在这个过程中 其实可以有一些工具 可以帮我们进行 测试用力的管理 比方说比较经典的 我们的那个QC 有个软件叫QC 惠普下面一个子公司 出的测试三件套之一 哪三件套呢 QTP 都是转的和QC 一个是负责 业务测试的 一个是负责 压力测试的 一个是负责测试管理的 好 那么最后 它要出一份测试报告 测试 测试报告也有几种 包括 集成测试报告 系统测试报告 和验收测试报告 明白吧 这是不是 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 V字模型的那几个阶段 我们看一下 测试环境 硬件环境 它采用的测试方法 测试结果 功能测试 你看 我们在测功能 四个模块的时候 缺陷 严重的 测出580个Bug 占总数比例 89.1% 修复了574个 修复比是99.1% 不严重的71个 合计651个 修复了 修复了99.2个 下面就细分 具体各个模块里头 测试是否通过 在系统测试里面 还有各个模块 所占的这个Bug比重 看到没有 各个模块 所占的这个Bug比重 比方这个模块 有23个 25个Bug 这个模块 有212个Bug 看下 这是不是很有意思 你拿到这个 是不是就很有成就感 而且 每次你都有 这个修复比的话 我们在回归测试后 多测几次 我们是不是可以 出现一个曲线图 这个曲线图 你就会发现 我们的软件 开发过程中 测试流程 测试的图形 它是这样子来画的 有少变多 逐渐的又变少 最后快要发布了 再跳两条 再变少 区域里 就是 有少变多 慢慢的 Bug被修复了 越来越少 最后到后期阶段 又要再跳两条 再升两升 然后 死不瞑目 然后再 710 是不是我们就可以看到 顶点描说 10700个 这边是 127个 是不是就很有成就感 对不对 也可以说了清问题 好 还有用户界面的一些测试 等等 它付了一些附件 还有 当然既然有报告 之前肯定它也是做了计划 也是做了计划的 你看没有 这计划 比较简单 但是我会跟大家说一下 因为我们的分工不同 反正我们软件管理 我们要知道这些流程 我们要知道这些流程 就可以了 测试完了 我们是不是就要发布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 发布是什么样子的 Publish 我们要分版本 Beta版 这个是不是就是 我们的发布分支 对吧 这里还有个验收 验收还会有一份 验收测试报告 和验收测试计划 那么验收测试报告 就像客户买车一样 给它一个列表 让它一向一向的去 去打勾 打勾 最后让客户签字 这个好像没填什么内容 那么我们看一下 我们最终版的发布 两个安装包 然后有个安装密度 安装条件 本机装有Cyxava 2000或2005 本机装有IIS 本机装有.3mark 本机装有office 这是指服务器 安装顺序 第一个 是我们的web网站 第二个 是我们的windows服务 用来进行 那个短信提醒 安装数据库时的一些注意事项 因为我们的数据库表和字典 都是在安装的时候自动生成的 就是安装成功步骤 完成了之后的一些注意事项 所以你看 这些内容 这就是我们在发布时候 应该提供给别人的东西 如果有必要的话 我们还应该再提供一份什么呢 用户手册 当然用户手册 其实我们也提供的用 我们把它脱离出来了 放在这里 正式版培训 好像还有一个用户手册文档 但是我忘了放在哪了 好 那帮助 不是这个 不是这个 OK 好 这个就是涵盖了我们这几个 六个核心工作流 大家是不是有一个直观的印象了 每个阶段的一些产出 事实上 在这个之前 还有一个技术预言阶段 我们称为study阶段 看 在技术预言阶段 我们也要去学习很多的东西的 也要去学习很多东西 包括会用到一些原代码 包括你学习到的一些 新的一些技术 新到的一些技术 甚至于包括你 你在这里头 比方你要学 用Donet的BS结构网站 怎么去操作我们的office 对不对 比方说 你甚至你要去学 熟练的画我们的UML 所以我们都会把它放在我们的一个study文件下下面 作为我们技术预言的这个沉淀 最后给一份技术预言报告就可以 这不就是你现在正在做的吧 好 下面 我们结合这个说一下我们的我们的支持工作流 项目管理工作流 我们说teamstress 结构 项目结构 在我们最开始的那个项目计划里头就已经加入了 我们的项目结构 头几个人 就是我们会有一个资源计划 包含在这个项目计划里头 看项目干系人 进度计划 资源计划 几人天 哪些模块 其实都第一周干嘛第二周干嘛 这样子是不是都包含到里面 对吧 这就是我们的团队结构 我们当时团队结构比较简单 甚至于可以说不是特别合理 但是没有关系啊 我们项目都成功了 所以有的时候我还是那句话 没有最好 只有更好 就是我们当时六个人 有一个测试 其他的五个人全是成学 但我是第七个人 我是做项目经理 兼架构的把握 计划 计划刚才给大家看了 我们的有项目计划 有测试计划 对不对 我们有 可以说我们的各个阶段都会有一些计划 你看这就有个用户手册 其实我们还是提供的 有用户使用手册的 三个月的时间 这样子拿给客户 是不是他就会用了 相当于买了车 也得有一个使用说明 你看我们八个例子的 其实是分日期来管理的 而且我们在需求阶段 注意我们的交流记录都是保留着的 这个是责权力分明免责的 知道吧 这是项目进度表 配置说明书 但有些不是必须的 有些不是必须的 当时我是为了好好训练他们一下 而且我各个项目 我的产出文档 我都会有一些区别 根据具体情况 具体分析 因为我们不能把自己的时间 都耗在写文档上头 好 里程碑的计划 周计划和日计划 我先简单说一下这个过程 简单描述一下 我们日计划就是有个log 我说了 每天早上我们要开会 有个战略会议 会议一晚 要求大家回去 立马去写一个log 我们来看一下log 以各自的人名为名称 来写的这样一个log 因为我们穷啊 买不起log软件 我们就用这个 又用excel了 又用excel 看 他的log边写 这是我写的 我写的一个log模板 我做的一个log模板 但没关系 你把问题说清楚就行了 什么时候 你要完成什么任务 这块 一天哪怕就一个任务 或者一两个任务 你只需要干嘛 每天开完例会 立马把这块填上 每天下班的时候 把完成度填上 就够了 然后桑蒂可能会来进行预言 就是主管 我可能会抽撒 抽撒之后 我发现你没写 或不符合规范 我会在后面留言 我会在后面留言 你看这儿 完成度 一般情况下 我们说 我们遵循一天做一个小事 一年做一件大事 所以慢慢的 你要保证 你每天订的计划 都是百分百完成的 不要订特别大的 特别夸张的 但是如果你达不到完成度 你把标注成红色 而且完成度差的有点远的 你要主动找了一点沟通 因为这种情况 可能这就是我们团队成员的 主动性的一个训练 这是职业的一个态度 就是你原定计划 什么时候完成的 这个计划 其实也是你自己定给自己的 但是我们的leader会 总体 他会假想你会完成这个 因为早上他一听 你今天要完成什么 他明天完成什么 他会觉得 OK 那我们今天总共 我应该会完成什么 我就给我的上级球 汇报 对吧 那么但是如果你完不成 你就要及时的让我知道 所以以后大家遇到这个问题 也要注意 把它标成红色 主动找你们力道沟通 你看他写的 由于对相对化的理解错误 未能完成组件 设计了一下日志记录功能 完成度是50% 这样一个过程 并且他在这个过程中 如果他是练手的 他还会说 我把他设计的这一块 虽然是一个半成品 他把它放到study的下面 是不是很清楚 所以这个模板不居格式 大家可以自行来设计 你看我在这设计了四个区域 重要而紧急 不重要但是很紧急 重要但是不紧急 不重要和不紧急 我往往要求大家 不许填最后这一来 不重要又不紧急的 你去做它干嘛 对不对 这样你把每天活 这样子分好工 你就知道优先级是哪一个 好 每个人都有 每个人都有 这是我们日计划 每周或者说我们在会议上 也都会有一些评定 也都会有一些评定 包括我们的周报 看到没有 这个周报 主要发布出来 是给我们大家一起看的 告诉大家 我们这周做了哪些事情 我们汇总了大家的这些工作任务 以及下周的一个工作安排 就这样就够了 也花不了多少时间 对不对 而且在开周会的时候 其实很讲究的 我记得以前我们 有一个团队开周会 开得特别低效 每次到周一了就开周会 一开周会开一天 周一就开会开过去了 后来我去了 我定了一个新规则 什么样的新规则呢 我说 以后每次周五的时候 下周一周会的时候 与会者 在周五把你下周的议题 以及你需要获取的支持 发到一个新闻组里面 当时我们用了新闻组 你发邮件也可以 群发 大家周末回去 看一下下周的议题是什么 下周来了 直接说需要解决的问题 不要在那 我要讲五点 我上周的总结是什么 就这些废话你不说了 所以就把要以前开一天的会 缩短到了俩小时 所以大家以后这种 自己要去思考 怎么样来做好这样的一些管理 这是周 讲完了 里程碑 里程碑的话 实际上我们的每个阶段的评审 每个阶段都会有一份 评审和验收的这样的一个文档 但是我不确定这块 你看 比方说验收是一块 反正就是你每个阶段完了 你都要去开这样的一个会 我们看一下会议纪要里头有表 这些都是比较重要的一些会议 你看这些跟正式版这个培训相关的一些会议 还有立项的时候 我们会有一个立项会议 最后都要会一定要产生决议 这才是有效的会议 而且我当时还设计了一些比较有意思的会 叫经验分享会 每个周末 因为我要培养人 所以每个周五下午四点半到五点半这个过程中 大家自己做PPT分享这周你的一个技术处列 就学到的一些技术 拿来跟大家进行分享 我称为经验分享会 早会就是我说的那个stand meeting 我们开会都会有一些会议纪要 就由团队 你不需要专门的秘书 你就找团队内部成员来进行纪要就行了 每个阶段 我们都需要有一个评审文档 就是会议 这个会议有点特殊 它叫里程碑会议 或者叫评审会议 它的级别是很高的 参与人 一般要会涉及到 比方说项目经理 技术专家 甚至于其他部门的相关的干系人 甚至于客户 明白吗 好 这块我就先说到这 stand meeting讲过了 day log 每次编译了之后 要有这样的一个daily log 不不不 daily log是那个日志 这个我也讲过了 还有下面我们说一下配置和变更管理 daily build daily build 我们每次都在做 但这个生成的文档是downet 直接生成到我们downet的工程里头了 因为downet的工程在build了之后 它会产生log 你把它记录下来就行了 这个我们是每天 当时是手动做的 因为我们采用的版本控制是采用的svn 每天六点钟下班 五点半开始准时daily build 而且这个还可以拿捏大家团队成员的执行效率 执行力 我定的规矩说五点半 比方说我们让我让我那个qc 质量控制 或者叫测试 让成员来做这个工作 我说五点半 你只管从服务器上down和build的就行了 结果刚开始用的时候 老师他每次五点半要build的时候 这边的开发就说 等等我还没提教 就常常出现这样的情况 然后我就跑过来说 你要你要注意了 别天天这样别人等等啊 好不然不然说 我马上要发布Windows凤期了 你对那1200个程序员说 等等我还没提交 所以这不是搞笑吗 好 刚开始了 我还是认为这个问题 就有的程序员 好嘛 他倒是不用等 结果每次编的时候 都是他那编不过去 好 这种也是要批评的 也是要找他麻烦的 慢慢的慢慢的 大概到了第二周就没问题了 所以大家已经形成了这样的一个习惯 所以后面慢慢的就效果越来越好 效果越来越好 每天我们都会daily build了之后 我就我们就建了一个发布服务器 把新的版本直接给他发布到上了 然后每天就是可以让客户远程的看到我们的程序 哪些块又新上了 哪些块又新上了 这是不是给团队内和团队外都给了足够的信心 版本控制SVN没什么好说的 backlist刚才也看过了 QC report刚才也看过了 测试报告 需求变更 好像有一个 就是邮件沟通模板 这就是邮件沟通模板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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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